回来 12个人合力推车 消防也在其中 试图将繁复的小巴士推到一旁 为的就是给救护车腾出空间 拨游路上也因为车辆挪动 刮出一道道白色刮痕 好不容易推到路肩 民众和远景轮流指挥 救护车终于能在夹缝中缓慢通行 好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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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繁复的车辆是苗栗县泰安乡公所的社区巴士 20号上午行经苗六二现时 因为字状擦撞到山壁 导致整车翻覆 不仅挡方玻璃整片掉落 车上的其他物品也散落在地 现场的道路狭窄 巴士车翻影响道路通行 现场的民众合力把我们车子 往山边去做一个推置 让我们救护车能够顺利的将伤害 送往医院救治 驾驶因为感冒然后有吃药 有点 精神恍惚是吗 戴上的接驳巴士 接驳巴士是专门就是接驳 车上在的四名乘客都是泰雅部落的族人 当时准备要从山下返程回到部落 巴士驾驶工程疑似因为有吃到感冒药 精神不济才不顺点火 由本所到场以及消防对同人到场后 已将伤患送至大舜以及宏大业之 车上五个人有四人受到轻伤 索性送医治疗后并无大碍 后续道路救援也协助将车辆脱掉 让道路回复通行 而照则归属和赔偿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三连新闻黄梦珍事业 或王子余苗栗采访报道